JCConf 2018 精彩議程 由Soft Leader 松林科技 保險核心系統 領導廠商 Oth 號召各路頂尖人才 攜手放眼亞太 LINE 拉近你我的距離 贊助為您播出 大家好 我是張偉修 我今天要講的是 Parametricity and Scholar 還是一樣 我們做一個很快的survey 在座各位有誰 現在有在用Skala的 麻煩舉一下手 不少 有聽過Skala的人呢 OK 謝謝 我是希望說今天的talk 我希望是從 從淺到比較深一點 所以我是覺得說 大家聽的時候 幾乎每一個月我們都會舉辦一次 然後如果那個月沒有講者的話 我們就會舉行我們所謂的一個MokuMoku 就是沒有講者 然後大家就來一個地方喝酒打屁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加入我們的Gitter Channel 或者是我們的Facebook的Group 然後我們也有一個Github的Ripple上面有像一些Skala的教學 我們叫做Skala Kitchen 有一些簡單的Skala教學 所以這個slide如果剛才大家有掃那個QR Code的話 這上面都有link 那最後QR Code也會再出現一次 好 所以我們很快地用5到10分鐘的時間 我們來複習一下Skala 如果剛才上一堂課上一堂這個talk 如果大家有在這個OI 事實上OI上他有講到了一些 不過我們現在我就講讓大家需要知道的Skala 需要知道的Skala for這個talk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第一行就是NS1 NS1就像它的type是list of int 所以Skala的話它的type是在後面 跟Java比較不一樣 Nil的話就表示這個是一個empty的list 什麼東西都沒有的 然後第二個NS2的話呢 現在就是也是一樣是一個list of int 可是這個list裡面就有1 2跟3個element的integer 第三行NS3的話也是一樣跟NS2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只是它沒有type 所以因為Skala它可以infer你這個type 它可以知道說你這個type是什麼 從你後面給它的這個list 1 2 3 它就知道這是一個list of int Skala pair的話呢 就是有些人說pair 有些人說topo pair的話就是用括號括起來兩個不同的東西 所以一個pair裡面可以是int string 可以是string boolean 可以是double或者是short都可以 它可以是不同的東西 Skala有一個data structure叫做option option的話呢其實很簡單 你就可以把它看為是一個container裡面 有0個或者是一個element 所以option of int n的話就表示說裡面沒有東西 所以option是一個type 然後none的話是它其中的一個可以有的type 叫做就是什麼東西都沒有 或者是sum sum的話就表示它裡面有某一個element 所以sum1的話就表示這個option裡面是有一個integer 所以option基本上可以有0到一個element而已 這叫做option 所以Skala我們用option來 所以如果很多地方在java裡面 我們是要return null的時候我們在Skala裡面我們就用option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Skala的 我們說function的definition好了 所以它這是一個function叫做add 它有take兩個不同的integer的這個parameter 然後return一個integer 然後我們就寫大括號returnx加y 所以這跟java是很像的 只是前面多了一個def 然後它的type是放在冒號後面 就是這樣子而已 可是這個也跟前面那個add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前面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少了大括號少了return OK 為什麼 因為在Skala裡面 你一個function的最後一個expression 所return的東西就是它要的return 所以它就不需要return這個keyword 然後如果你的一個functionbody裡面 只有一個expression的話你也不需要大括號了 所以這個就是跟前面這個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個的話呢 其實也是跟前面那個也是一樣的 為什麼 我們看一下就是這裡啊 看到我的小老鼠 這個是一個type 所以int int到int 這個是一個type 所以意思就是說我有一個function that takes兩個parameter 兩個int的parameter 然後return一個int OK 所以這個type 這就是 這就是一個 這個 Skala的function type OK 所以我們這個add後面的冒號 就是它的type 然後等於才是它真正的definition 所以type是 兩個int return一個int 然後它的implementation呢 就是xy 然後真正的implementation就是x加y OK 所以這個跟前面的add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個就是更簡潔了 兩個underline的意思呢 就是第一個underline就表示 像我們前面的話 我們需要寫xy箭頭 對不對 這裡的話只有underline加underline 意思就是說第一個parameter 加第二個parameter OK 就是這樣子而已 可是跟前面的是一模一樣的 這只是一個比較簡潔的寫法 所以這裡的話 這個是一個function叫做tail 我們通常這個tail的話的意思就是說 你pass給我一個list 我return給你另外一個list呢 是少掉了第一個element 我們就叫做tail 就是少掉了第一個element 所以這個這裡我要講的就是說 它的function也可以take所謂的這個typeparameter a 所以要taketypeparameter a的時候 你這個list裡面 我不管你這個list是什麼 是list of int list of boolean list of string 它都是可以work的 好 這裡的話呢 這裡就是我們講到scala 它叫做這個curry functional 它有一個scala跟java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的parameter list 可以不僅僅是一個 它可以多個 所以我們看add裡面 我可以把 本來是xy都在一個parameter list裡面 我們可以把它分為兩個 所以它ax在前面一個parameter list y在後面一個parameter list 同樣它也是return int 它的implementation也是一樣 x加y 可是我們call它的方法就不一樣 call它的方法就不是add1-1.2 而是add括號1括號2 所以事實上呢 這個add它的真正的type 其實就跟add2是一樣的 它真正type是一個int 它是一個function that takes一個int return另外一個function 這個是另外一個function 對不對 所以是一個integer that returns另外一個function 那另外這個function呢 也是一樣它是take一個int 然後return一個int ok 所以這個add2呢 在這裡又把它assign成為add 因為add2跟add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這個 所以我們這裡 我們就可以define一個東西 叫做add10 它是另外一個function 就是你 你給我一個 你給我一個這個integer之後 我就會把這個integer加10給你 所以我們怎麼樣defineadd10呢 其實就是add後面10 就是這樣子 我就可以 這個就是一個function 這又define另外一個function 所以我只可以說add10 20的時候 它就return30給我 所以我們今天的重點是 perimetricity in Scala 然後這個是在Wikipedia上面的 對perimetricity的一個definition 不過看起來我都看得不是很懂 不過最主要的takeaway就是這一段 就是parametrically polymorphic functions 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這個 parametrically polymorphic functions 那什麼是parametrically polymorphic function呢 我們後面會提到 不過這裡是一個最簡單的example 就是我們剛剛有講到的tail 一個list的話呢 這個tail就是你給我一個list of任何東西 我會return給你另外一個list of任何東西 所以你call我這個list with1,2,3的時候 我就return給你list of2,3 你call我這個list withA,B跟C的時候 我會return給你list ofBC 所以你基本上 你call我這個list with任何的東西 任何的東西取代A這個地方 然後我就會return給你 一個list of那一個東西 這個就是parametricity 所以它真正 parametrically polymorphic的function 它的definition就是說 你可以寫一個function 寫一次就好了 可是它可以應用在 任何的不同的type上面 你parameter給我不同的type 它都可以用 它可以用 就是你function 只要寫一次就好了 這是它的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 emphasize這個parametricity呢 最主要就是它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programming的contract 像是API 一個programming的contract 它可以做很好的information hiding 它可以做很好的code reuse 大家注意到沒有 我今天在講的是functional programming 可是我前面三項好的地方 都是OO 大家說OO的好處 所以其實這個 即使你是在做functional programming 你還是可以享受到這個 我們大家說OO所可以帶來 給我們的一些好處 第四個是functional composition 我們可以compose不同的function出來 形成更強大的一個function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一看這個function的signature以後 你大概就可以猜到 它的implementation會是什麼了 那這個我們可以來做一個測試 我們等一下就會講很多這一方面的東西 不過在我今天講所有的東西的時候 最主要的是有這幾個 我們所謂的這一種預設 assumption 我們要能夠follow的 就是我在等一下要講的裡面 所有的東西呢 都不能夠使用我上面所列的這些東西 第一個就是no 我們不能夠有no 我們在這裡面叫assume 你不能夠return no 因為no就是一個很糟糕的東西 不能夠throw exception exception也是一個蠻糟糕的東西 我們在scala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來handle這個exception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method裡面 基本上我們不會throw exception 我們不會用instanceof或者是asinstanceof instanceof的話就是scala的 instanceof的這個operator 那asinstanceof的話就是scala裡面的cast 你可以cast到 從一個class cast到另外一個class 這個我們也不用 equals hashcode跟toString 這就是java的object裡面 object最底層的這個object裡面 有的這幾個method 包括下面notify跟wait 這個我們都不能用 因為你用了這些東西之後 你就可以不從它的type 你就可以知道說它是什麼東西的時候 那這個其實在很多地方是不好的 classof跟getclass也是一樣 你不能夠知道它到底是什麼class 我們不會有做任何的side effect 意思就是說我在我的function裡面 你不能夠去寫一個檔案啦 call一個IO啦 寫一個檔案啦 call一個web service啦 不能夠做這一方面的事情 我們也不能夠mutate variables 就是你不能夠有任何的 那個你不能夠說x等於x加1這樣子 那scala所以整個functional programming裡面 它事實上它是可以讓你寫整個program 然後不需要去做x等於x加1 ok non-termination就是你不能夠在一個function裡面一直給我 while loop一直在繞 然後跑不出來 不能夠有這一種東西 你也不能夠在裡面 就是給我create這個這個這個 你就去new一個這個bite array 這個我不知道很大很大的一個bite array 你也不能夠做這種事情 我們這純粹是假設啦 我知道說大家很多program都不可能這樣子 可是我們假設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所以我們的function基本上就是 我們所謂的referentially transparent referentially transparent的function的意思就是 你在一個地方call這個function 如果給它某一個parameter 它return的是1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functioncall拿掉 放1在那個地方 然後你的program都不會有事情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result replace這個functioncall 然後你的program都work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這個function就是referentially transparent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我們大概 我們說這個foo這個function 它可以有幾種implementation 如果假設我剛才這個assumption 都考慮進去的話 它可以有幾種implementation 應該是四種 就是一個是它不管x是什麼 它就return true 就是一個 它就return false 兩個 一個是它就return x是什麼 它就return x 是三個 第四個就是x是什麼 它就是not x 所以是四種不同的implementation 沒有任何其他的了 你不能夠throwexception 對不對 你不能夠去寫檔案 你不能夠去發射飛彈 所以就是四個 這個呢 這就很多了 可是這個的數量 我們是算得出來的 因為int是有一個max 可是是很多 可是implementation-wise 有幾種 我們應該是有一個數字 可以算得出來的 可是這個呢 這個應該就無限多了 對不對 它的implementation 就會是無限多了 好 可是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就講到 我們的parametricity 如果前面放了一個這個 放了一個a a這個 以java來講 它就不是中括號 是大於小於的sign 不過其實是一模一樣東西 這個的話 它可以有幾種implementation 我們剛才的assumption要記得喔 不能夠做那些事情的時候 這是唯一一個 它只能夠return它自己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a是什麼 對不對 你不知道a是什麼 你不能夠對它做任何事情 你也不能夠對它做tostring啊 hashcode它任何東西 這是你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這signalign名叫做identity 那事實上這個function還蠻有用的喔 不過這是它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這個呢 take兩個a return一個a 一個是first 一個是last 你一個是 回第一個給我 一個是回第二個給我 就是這樣 因為你也不能給我no 你也不能夠 你也不能夠throwexception 你也不能夠說現在是 現在是2點22分 所以我要throwexception 不能這樣子 所以這個我們就開始可以看到說 如果我有這種assumption的時候 我從我的method的signalign 我就可以deduce說 它的implementation會是什麼樣子 這個呢 括號括號return括號a 豆點a的話 就是return一個pair 或者是tuple 這個的話會是什麼 這個pair 這應該是它唯一的implementation 就像我們剛才a returna 所以你要return一個pair的話 只好兩個都給它 這個呢 它這個不是returnpair 它takes a pair takes一個ab的tuple returna的話呢 這個也只有一個implementation而已 它只能夠return前面的 所以在這個scala裡面 點underline1就表示 是這個tuple的第一個element underline2是這個tuple的第二個element 所以這裡是一個pair of a b returna的話 這個是它唯一的implementation 下面也是一樣pair a b return b的話 這是它唯一的implementation 這個呢 這可能有點奇怪 這個是一個 你call我這個function 然後我會return給你另外一個function 另外一個這個return的這個function takes an a 這takes b 又return a 這個我們在scala裡面 我們把它叫做const const的意思呢 就是說 你這裡給我 像我們這個const 一二三的話 一二三的話 它的return的type是 b to int 可是b是什麼它都沒講 沒講的意思就是 什麼都可以 OK 所以基本上 const一二三呢 這個東西是一個function 所以我const一二三 我用hello來call它的時候 return的是一二三 const一二三這個function 我用true來call它的時候 return的還是一二三 這就表示它是一個const 你call我這個function with一二三之後 成為的這個function 你用任何東西來call我 都回來給你 你原先給我的那個值 OK 這就叫const 那事實上 這個也是蠻有用的 所以 我們這裡說 就是有人說 這個parameter 在一個parametrically parametrically polymorphic的function 裡面 它可以是任何的東西 如果你是caller的話 你在使用這個API的人的話 我們剛才看到的這個 剛才看到的這些ABC啊 AB啊 它可以是任何的東西 它可以是int 可以是boolean 可以是你自己做的object 它可以是任何的東西 可是如果你是implement它的人的時候 你的限制就很多了 所以我來call的時候 我可以是用任何東西來call 可是我在implement它的時候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A B 是什麼東西的時候 我的限制就非常的多 這是一個它的特性 好 糟糕 我時間好像不是很多 這個的話 它會是什麼 這個的話 它基本上就是 一個list return一個option的時候 我就可以returnhead的option 或者是last的option last的option就是最後一個element head是第一個element 為什麼要是option 因為這個list有可能是空的 這個的話呢 這個的話 一個list給我一個list 所以它可能returnreverse 它也可能returnnil 所以事實上有list在裡面的時候 它的可能性就比較多一點 這個的話是什麼 這個的話我們把它稱之為zip 這個的話就是 它可以把 XX的第一個element 跟YS的第一個element 組合起來 變成是一個topple 放在新的list裡面 然後下面的element一樣 以此類推 所以它基本上會 變成是一個list of topple A跟B 這個的話呢 這個的話你給我一個list 然後給我一個p 我們叫做predicate predicate的function predicate function takes an a return boolean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什麼 它是一個filter 它可以去filter這個list 我call這個p這個function with所有a 這個xxlist裡面的所有的a 然後只要return true的 我會把它留到後面這個list來 OK 所以它就可以把 return false的都filter掉 所以利用這些東西 事實上我們有很多時候 在寫java 我們要用一些while loop 要用一些for loop 這些其實都可以不需要了 這是什麼 這是sort 你給我一個list跟一個function 就是給我一個a跟b 它return true或false 如果它前面的a小於 後面的a的話 return true的時候 我就可以做sorting 這個是叫mapping 這個就是 你給我一個function from a to b的時候 我就可以transform 這個一個list of a 到一個list of b OK 這個我們先不要講 這個叫fold left 前面那一堂課已經有講了 不過fold left比較長一點 我們先不要講了 OK 這個也是先前有講的 這叫做and then 這是把兩個function compose起來 所以基本上 你給我一個function 你給它take兩個parameter 一個是function from a to b 一個是function g是function from b to c 我就可以return給你另外一個新的function from a to c OK 那這個就是 我先幫你call了 你給我a之後 我先幫你call f return的值再拿來 把這個return的值拿來call g OK 那就變成是一個新的function 當然這些所有的 都是你不能夠有 我們剛剛所講的 這些什麼side effect 那些的 如果有side effect的話 很多東西就不會work了 好 我們今天有講combine combine的話呢 就是我要把這個xx這個list 跟ys這個list 兩個list都是這個list of a 然後我要return一個新的list of a 那我們這要怎麼做 事實上 如果大家有在先前的那一堂課講的話 Oysan他有講到這個所謂的monoid 那semigroup其實是 先有semigroup 然後semigroup後面才會有monoid 不過沒有關係 這個semigroup這個名字 大家可能蠻陌生 這是一個數學的一個 一個專有名詞 不過他基本上 他的動作就是 他可以做plus的動作 他可以做combine的動作 所以在這裡的話 我們就說他可以combine x跟y在一起 OK 那怎麼combine呢 我們下面就看到 如果你是integer的話 OK 如果你是integer的話 我的plus當然就是很簡單的 x加y 對不對 如果你是string的話 我的combine就是x concatenate y這個string OK 把string這樣連起來 OK 這個就是semigroup OK 這就很簡單 這是semigroup 所以我們前面講到說 我要來做combine 那我如何做到combine呢 我如何用這個semigroup 來做到combine呢 在這裡的話 我們就底下是一個新的combine 前面也是一樣 x是list of a ys也是list of a 只是這裡的話呢 我就做了一個semigroup的sg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意思就是說 implicit的意思在scala裡面就是 compiler會自己去幫你找到 這個semigroup的instance OK 所以如果我們看下面這個combine 我用combine來扣list123跟list456的時候 這時候compiler知道什麼 compiler知道說 這個a啊 這個a是一個 是一個什麼type 是一個int 對不對 因為123是int 所以這裡他知道a是int 之後他就會看到 implicit sg 他需要的是一個semigroup of int 那semigroup of int compiler找不找得到 找得到 因為我們前面有define了 這裡 semigroup of int OK 所以他在這裡呢 這個sg的話 他就到前面去把你剛才所define的 這個semigroup of int 抓過來說 我有找到 我有找到這個 這個semigroup 這就我們把它稱之為constraint 就是要constraint說 你要來扣我這個combine這個function的時候 你的a一定要有一個 semigroup的implementation OK 所以他找到這semigroup的implementation 他就可以做combine 所以我們這個combine的話 其實就是 就是裡面所有的a的element 他可以把它 如果你是int的話 他就做一個加 加的動作 所以 1加4等於5 2加5等於7 然後3加6等於9 OK 所以return while的list 就是579 OK 可是如果你這個list 不是int 是string的話呢 我們先前說到 semigroup的string 它的implementation是什麼 是concatenation OK 所以這裡的話 你說小abc 跟大abc的時候 它出來的就是小a大a 小b大b 小c大c OK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這就蠻powerful的 你可以做一個combine的動作 只是這個combine 它會依照你這個給我的list裡面 不同的element 它會做不同的事情 我們會 我們講到 這個有一個東西叫type constructor 這個大家可能會開始 有一點 這個模糊 不過 想辦法聽進去就好 boolean int跟string 它都是type OK list of int呢 它也是一個type 我們剛才講到list of int 和list of string 可是list呢 list的話 它不是一個type 它是一個type constructor OK 所以type constructor 就像我們一般value constructor一樣 type constructor 就是它take另外一個type to create a type 所以它需要另外一個type 你給我之後 我才能夠出現一個真的type 所以這裡的話 就是 我們在一個function decoration裡面 a跟b 我們都用abc 來代表這個不同的type 對不對 那f underline的話 它就是cinefy 它是一個type constructor 意思就是說 它是一個type 可是它有一個動 你後面要 再給我塞另外一個type之後 它才成為真正的type 所以 f underline的話 是一個type constructor 而fa的話呢 它是一個真的type OK 所以type constructor takes a type to create a type 所以both這個list跟option 它都是type constructor 可是list of int 跟option 跟option of string 它是真正 concrete type 所以我們這裡就有一個type 所以我們這裡就有一個zip 我們叫做zip zip的話它define出來就是 fa它是一個這個 f就是一個type constructor 然後a 所以那b也是一樣 fb就是一個type constructor takes b 然後return回來的就是f 這個a跟b的tuple 所以我們看一下底下的implementation 可能會比較清楚 底下implementation的話 就是說 如果你是zip of list的話 list為什麼可以放在這一邊 因為list它本身 它不是一個type 對不對 list是一個type constructor 後面要take另外一個東西 它才是一個type的時候 正好符合 我們上面說 它必須要是f underline OK 所以這裡的話 這個zip的話 它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先前有講到 兩個list 我要zip起來的時候 它會出現一個新的list 裡面是 它這個element的tuple 所以這個是list 那option呢 option的話 zip of option就是 如果你前後都是sum的時候 我會return給你一個sum of 一個pair 可是如果你前後 這個fa或者 任何一個fa或者是fb 其中有一個是none的話 我後面就return none 因為我就沒有辦法 把你zip起來了 OK 所以假設我們也有一個 也有一個zip這個東西 所以zip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用它 事實上我們可以define一個function 它就是需要有一個f 所以需要有一個type constructor 有a跟b 然後也是一樣 implicitly 我要找 compiler會幫你找一個zip of f 它找得到的時候 compile就會過 所以在這裡我們說zip list 123 1234跟abc的時候呢 這個zip 它的f是什麼 它的f是list a是int b是string OK 然後它正好 它這個 它可不可以找到zip of list 可以啊 因為我們前面有 我們前面這裡有define zip of list OK 所以compiler就過了 過之後它所produce的value 就是list e a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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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们讲一下functor functor的idea其实也很简单 其实我们前面有讲过 它就是在做一个mapping的动作 所以functor的话呢 它也是一样 它take 带一个f的type parameter 然后take 一个f of a 你给我一个function from a to b 它return一个f of b 所以functor的话 它就可以有一个 好 所以这个functor的话 就是我们先前有讲到的这个 你给我一个f之后 我就可以map from a to b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有一个list of functor 它基本上就是做 我们刚才做mapping的动作 你给我一个list of a 给我一个f a to b 然后会return一个list of b给你 你给我一个functor of 然后接下来我们又放一个functor of option 那functor of option的话也是一样 你给我一个option之后 如果它是sum的话 我就会用里面的值 来apply这个f 然后return一个b sum of b回去给你 如果前面是none的话 它就return给你none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做这个combinef 我们先前的这个combine的话呢 它基本上是combine一个list 对不对 可是现在我们更把它abstract出来说 它可以不仅仅是一个list 它可以是任何一个f 任何一个f有动的这个 像list啊 像option啊 我们都可以用了 所以这里的话就是fa fa1是f of a fa2也是f of a 然后最主要是它 我里面就需要有多一些的constraint 这个constraint像zip 我们先前有讲到这个 它需要这个f需要是zip 它也必须要是funter 然后我们里面的a 它必须要是semigroup 所以这几个constraint 你只要去做这个 做combine的时候呢 compiler自己会去帮你找 会去帮你找 说你到底有没有这些 z啊f啦sg啦 有没有 如果它有找到的话 compiler就会过 我们程式就可以compile 如果它找不到的话 它就跟你讲说 我找不到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combinef 我们可以用来call list123456 我们也可以 然后出现的就是list579 那个如果是option of hello world的话 它就会出现 some of hello world 可是如果你给我一个 none of option2的话 我return的还是none 因为这个 因为none我没有办法combine OK 所以这个就是 这就是在parametricity 在scala里面 一个非常好用的地方 它可以 我们这个function 只要declare一次之后 我底下可以把它用在 各种不同的地方 各种不同的地方 你只要这些 这些的constrains zip啦 functor啦 semigroup 这些constrains 你有帮 把那个 这个datatype 也是一样 你define一次就好了 你define一次之后 它 这些constrains以后 在其他的function 也都可以使用 所以我们先前有讲到 这个parameter 在一个parametrically polymorphic function里面 它可以是任何东西 如果你是colar 它不是任何的事 你什么都不能够assume它 如果你是implementer的话 可是如果我们现在开始 加constrains上去的时候 就这个状况就有点不一样 因为加constrains上去的时候 那个colar本身 它就比较受限制了 因为那个colar 它必须要有 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 这些colar就必须要去provide一些 一些像我们说的zip啦 functor啦 semigroup的这些instance出来 它才能够来call 它才能够来call你这个function 可是同样的 我们是implementer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有比较多的工具 可以来使用 implement这个function 那我们先前讲到 很多这个 像identity啊 pair啦 first second 其实这些东西啊 这个在这个 他们category theory里面 它这个叫做 它有一个特殊的方法 能够来帮我们做到implementation 应该这么说就是 有人写了一个library 然后他用scala的macro 你只要function给它一个siniture 你后面写implement的时候 它自己就能够把你这个function 给implement出来 如果你这个function 它能够证明只有一个implementation的话 所以你就可以做一个function的decoration 后面就给它一个implement 如果它做得出来 compiler就过了 然后就表示 它就是有那个唯一的implementation 如果它做不出来的话 compiler就会air 这个compile就不过 所以像pair啦 first,second啦 cons啦 and then啦 你后面都给它一个implement 它自己就会把implementation写出来 你连写都不用写 然后link在这里 好 那个今天很快的介绍 就是这个 那 哎呀 我这个QR code没有在上面 不过我相信这个 主办单位应该会把这个slide 大家都可以来download 所以 今天就这样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